哈囉,大家好,我是美樂 在農曆春節之後,最大的一個節日就是元宵節啦 欸,其實元宵節在各地都有很多的慶祝活動 那在台北就是有平溪天真節 那我們現在就來平溪這邊看天真囉 那平溪天真節活動在TripAdvisor上面也是非常熱門的活動 所有的外國遊客他們都是很期待在元宵節這段期間 都可以來參與這項活動 那我們就一起去看看,走 要去平溪天真的話要來這邊搭接駁車喔 這邊是石町交流道的,這裡 走吧 可以用幼兒卡嗎? 可以,全票 那我們現在就直達到這個冰溪國中站 因為會場就是在那個冰溪國中這邊 所以搭公車就會直接到這邊喔 我們現在先去群溪火車站 反正它那個天燈施放的時間還蠻多的時間點 它的旅台活動六點才開始 六點十五點才有第一波的天燈 然後接下來到六點半 是不是還有第二波 還有第三波 還有第三波 到老天了 然後這裡還有餐櫃 還有餐櫃 油皮夾子 三星空 那你知道天燈它由來是什麼? 是什麼? 它就是在三國的時候 諸葛亮它就是為了軍事然後才發明的 所以天燈它也有孔明燈的稱號 之後來台灣開可能那些民眾啊 他們也有演習這個舊的傳統 大家他們就認為說可以藉由放天燈這種方式 然後來跟大陸的親友那邊報平安 那所以天燈它又有平安燈跟祈福燈的兩門子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清白的 它清白的 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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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跟日本的很像嗎 它這邊有寫 寫什麼 寫什麼 始作昭和十六年 它連這個水溝蓋都有平溪天燈的樣子 這是台灣早期的便利商店 或是趕快店 因為都是一些我們小時候吃過的零食啊 然後都是用罐子裝打開來就會被拿 那被天燈的釋放上去之後呢 它掉下來也是會造成環境的污染啊 所以現在這個活動的主辦方也是有一個天燈回收企劃 就是把剪刀的天燈拿去回收就可以順發小禮物喔 平溪老街跟以前變得還蠻多的耶 它就是除了像以前一樣就很多的那個攤販之外 它就是還多了很多一些可以拍照的一些場景在那裡 還蠻漂亮的 還蠻適合來這裡吃吃東西白白的照的這樣 可惜我們今天太晚來了 不然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可怕現在快到六點了 你看前面就好多人 大家都在往放天燈的地方走 放天燈就是在平溪國東這邊的操場 那就是會有一個舞台在這裡 然後就大家一起放上去 國東開始 那我們現在正在參觀一下 如果在這裡要參與放天燈的話 就是要在網路上先申請 這個組合是老鼠的內褲 超可愛的 一起放上去超酷的 好漂亮喔 放上去的時候有一種感動的感覺 有雞雞屁疙瘩嗎 有一點點 就一曲這樣子 所以就是要記得報名才可以到那邊就放 我們現在要來放天燈了 我選這個是單色的 橘色 然後它每一個顏色是有不一樣的意思 橘色就是開運球才一路發 耶 那它還有其他顏色嗎 有啊 有紅色黃色紫色 紅色很多 單色150 其他更多種顏色有不一樣的價錢這樣 我要寫 我要寫 清澈它比較清澈 對對對 對對對 欸 剛才那個老闆說 寫這個啊 要把氣給放掉會比較好寫 天燈裡面就是這樣 老闆說要把這個那種走走的 才不會天燈飛不上去掉下來 久安了 那我們在這邊弄不動 它這個一定要蓋在地板上面 不然它那個蒸氣沒有辦法上去 好棒耶 來平溪這邊除了可以放天燈之外 也可以安排一個平溪青銅老街的新旅行 那也祝大家今年的新希望都可以達成 心想事成